从1950年开始 毛主席出兵300余万 消耗军费100亿 历时三年 帮朝鲜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然而战斗结束后 原本应该回国的志愿军 却被毛主席留下了25万 驻守朝鲜 更奇怪的是 五年后 主席又突然下令将其撤回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应该撤敌的志愿军 非得留下25万呢 这其中有着毛主席的深谋远虑 第一点 为了牵制美军 在签署完停战协议后 按照规定 中美两国军队都因全部撤离 但美军却与南朝鲜 私下签订了驻军协议 不仅如此 美国还在背地里 对战俘进行了大规模的 精神侵害和生命威胁 与此同时 国民党也派出大量特务 对志愿军进行洗脑 一旦有人反抗 就会遭到各种凌辱和虐待 由此可见停战协议如同废纸 战斗随时可能爆发 为此讲解时将25万志愿军 留在朝鲜 就是用来钳制美方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接着往下看 毛主席非要留下25万志愿军 除了让美方忌惮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帮助朝鲜迅速崛起 这25万志愿军驻扎朝鲜后 充当了免费的劳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 在志愿军驻朝的五年里 帮助朝鲜重新修建了300座桥梁 30多处火车站 20多座隧道 本着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的原则 志愿军又帮助朝鲜 修建了一套坚固的防御攻势 更帮助其训练军队 让他们有能力自保 与此同时 毛主席还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向朝鲜提供了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 和大量生产建设 人民生活的必需物品 在我国的帮助下 朝鲜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 而随着朝鲜的强大 想要侵占他们国家的人 也打消了念头 朝鲜和中国东北是一一带水的关系 朝鲜不被欺负 中国的边境才会得到和平 这就是毛主席的高明之处 那么既然如此 主席又为何在5年后突然撤兵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58年 毛主席却突然下令 志愿军全部从朝鲜进内撤离 这一举动又令人十分的不解 志愿军留在朝鲜 难道不是对中朝双方 乃至亚洲地区的和平都起到作用吗 这里就更加佩服毛主席的格局和智慧了 首先 当朝鲜的经济和各方面都趋于稳定后 中国就成了威胁 朝鲜惧怕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 并且中国的帮助 也会让朝鲜政府感觉受到了钳制 要给朝鲜留出自主计划和发展规划的空间 坚决不能影响他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 美国当时在国际社会上到处散播谣言 说中国驻军是在侵略朝鲜 这些谣言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有一定影响 并且新中国当时也刚成立不久 百废担心 也需要大量的人手建设国家 毛主席出于多方考虑 因此才下令25万志愿军办事回朝 不得不说毛主席那真是高瞻远瞩 正是他的雄才武略 才换来了中国时代的和平 那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